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试试看吧 这个是精华液保湿用的 因为你的脸超干的 然后再次 保湿的妆前 不知道什么牌子 我都直接脱在比较浓郁脱皮的地方 其他地方我都不想脱 太油了 好贵 来是 隔离霜 防晒 它有湿底的效果 所以 还不错 如果平常 没干嘛 涂一下 气色也会比较好 看起来 看起来皮肤亮了很多 再来是 遮起来 我不习惯擦粉底液 我都直接 遮起来沙漠 然后 就这样 然后 黑眼圈 我 学了很久都还不会 看起来 一洗一下 一洗一下 然后用这个 不知道 不知道叫什么 都笔 把它 硬开 好像鬼 一洗 在一洗 看起来 还能看起来 那是 就是 再來就是大面積的遮起來 直接給我用筆 臉抽上去 怎麼突然變美妝教學 沒關係 這個兜都沒做到 好吧 黑眼圈好像也沒有做到 算了 這當作是個人的標誌 這是睫毛 所以我本來眉毛就蠻型的 但我希望把它畫得再粗一點 不要太大了 不要太擦過了 把它折起來 就我之前有嘗試過 這種野生美 我們好像用 發焦版 把眉毛畫上梳 所以不用操頭 可能就是 原始人 沒有野生的 就是 原始人那樣子 再來是 我唯一的眼妝 也不可能 唯二 唯二的眼妝 就是臥彩 他 現在的白眼妝 有 我 把眼妝 開放 我 好 這也是 眼妝的 最後一個步驟 其實也不是 太心情了 我有時候會把腮紅塗在眼皮上面 最後一步腮紅 打在我臉原本就有點紅紅的地方 感覺這樣會比較適合 應該吧 那我腮紅一碎掉了 我超過三層 編排一片綿綠花 我只會隨便自開 整齊世界也滿自開的 上超都塞得好 很喜歡這樣 我的眼眸是紅 紅色 紅色 下巴 這個步驟是 落化妝的靈魂 然後 把腮紅插在眼睛上面 我 對著自己說 那不過是走過一段 難免叫不亂神 看著你一側眼睛 嚮往的風景 一下子大家做做一遍 等一下 大家就在問了 口紅 就是 就是我妹的 interview的 這樣嗎 好難喔 超不適合當 回裝博主 EM05 看到嗎 EM05 intoyo 差不多就這樣 再就是 定妝 下子 下子 再 拖和用好 好 這樣可以 剛這樣子 這樣子的方法 可以讓頭髮看起來 比較蓬鬆 這邊跟這邊 就好 我也要 我 聽到 對 我也不太會 等一下 還有 我 可以 踩 谢谢大家